大家好,又係我星星同大家,職人吹水 大家好,各位職人吹水的網友,頻道會員的網友,國外,香港,馬來西亞的網友,大家好 自從上次做了個曬果皮吹水片之後,就得到很多迴響,特別是很多新會的網友在留言 我自己都是感觸良多,因爲爲賽當中,用陳皮入讚,就真的是月菜廚師最為有經驗 我自己用陳皮入讚,也有二十幾三十年經驗 今次又和大家吹吹陳皮,專門買一條魚回來和大家吹吹水 先吹一條魚,先煮一條魚才是主角 那這條是甚麼魚呢? 大家看不看我頭嗎? 這條叫荒鯉 我們可以叫做龍鯉 荒鯉當中 都有很多不同的品種 有些小小條,那些叫做韃沙 這些荒鯉我們要怎樣選擇? 這條是魚當老闆留給我的 一般的荒鯉 它都是呈現 輪子比較小 還有 它會有三條線 這類的荒鯉 肉,你不要看它這麼扁平 這條荒鯉有多大? 一斤重 那這些荒鯉 我們要怎樣處理呢? 首先,我們在底面每度加一茶匙的鹽 先拿去 始終它不是油水魚 它不是油水魚 我們用鹽 先做一個精鹹鮮 我們要拿多久呢? 約四個小時 我們全部搓勻 拿去 拿去的作用 讓它有基本的鹹味 還有腥味 還有腥味 讓它有瘦 現在我們先把它放進冰箱 那條荒鯉 醃緊之際 先把陳皮放進冰箱 我上次也說過 這些是十年 我自己曬的 這些是親戚送給我的 都是三年的果皮 我日常煮蒸魚 我都會用這些 陳皮 我們都是從入贊廚師的角度和大家分享 因為這些 很多都不會跟你說 要用陳皮 怎樣去煮 怎樣去煮 煮湯 煮湯 什麼時候下 冷水下又不同 熱水下又不同 粵菜廚師 就有這方面的相當經驗 你未必一個中醫師可以跟你說到這些經驗 其次就是 為什麼今次 會用青的果皮 和大家分享芥陳皮 我自己割了二十多年 這些青果皮 第一 比較容易掌握 當你有一定的經驗之後 就用大紅筋去割 嘗試一下 自己曬 就真的叫做曬果皮 現在這些果皮 去到你吃入口 可能都未見到太陽 一般入棧的 就沒有什麼所謂的 這樣我們都要洗乾淨去浸去先 嘗看 嘗看 方理 現在醃了四個小時 我們開飯之前的兩個小時 就好在冰箱拿出來 清洗 為什麼呢 很多網友都留言 為何要蒸魚 整天蒸得不漂亮 外面爛了 裡面蒸到不熟 你先冷過來 這條魚 進去冰箱 要早一點拿出來處理 這條方理 醃了之後 還有很多籃 那這些籃 要怎樣處理呢 拿一把尖刀出來 我們在這裡刮 它還有一些很細微的籃 這些海方理 的籃很幼細 大家看到嗎 還有中間條線 這裡有一條線 這裡有一條線 這些方理 正如我剛才所說 你不要看它好像很扁平 像一條撻沙一樣 其實它都很厚肉 在外國 有很多急凍龍荔柳 那些是很大條的 就是用這些方理 我現在就刮完 鱗和籃 然後反轉去後面 這條方理有多長 一隻手臂那麼長 一斤重 買這些海方理 真的不要問多少錢 有時候有錢 都未必買到 可以不可求 這些 特別是 這條這麼漂亮的 我們叫做 金邊方理 為什麼叫金邊呢 這些邊是不同色的 有些更金一點 更漂亮 那我們就刮乾淨了 接著我們就開水洗 將所有的瘋 缺積全部洗乾淨 在洗過程當中 用一隻手摸一下 還有一些軟的位置 現在就這樣打開 每條這麼漂亮的魚回來 就給點耐心時間 做乾淨一點 因為這些魚真的很好吃 這些魚 本港水域那些 最漂亮的龍蜜柳 其實是在澳門那邊 珠江口一帶 澳門又出名 吃龍蜜柳 吃龍蜜柳 吃龍蜜魚 這些鐵砂 我們就繼續刮乾淨 荒蜜魚 洗了三四次之後 怎樣才可以呢 洗到表面沒有乾淨 刮乾淨淨 現在我們就把它瀝水 不單要瀝水 還要整條抹乾淨 這些荒蜜或龍蜜 其實都有西式的做法 今天這條太大條 就不太適合在家裡煎 可以撕掉一塊皮 連條煎都可以 今天我當然要用中式去蒸 這麼正的 先把水分吸乾淨 我們就放在一邊 在室外攤一攤 始終是進雪櫃 魚在攤著 在一邊的水分之際 我們就切一點沉皮 這些三年都升得上去沉皮 這些沉皮 我們要不要刮浪 這些沉皮 上去三年的那些 就不需要 如果太新的那些 一兩年的那些 刮一刮浪 因為浪 它也有一點苦味 我全部切絲 用一個推刀的方法 切到最幼 當你工多藝熟之後 就可以切到最幼 不斷推出去 不斷推出去 推出去 推出去 這樣 現在切出來 就已經很香了 這些沉皮 我們就放在一邊備用 然後就準備了 芫荽、蔥絲 那些蔥 我們就浸一浸 回來就呈現生肌 這些 頭一浸的那些 我們就不要要 這些都要剝掉 但是不要丟掉 我們留一條 那有什麼用呢 待會再跟大家分享 這些 我們就 切斷 然後我們慢慢把它排好 盡量切得 好一點 蒸一條這麼漂亮的魚 做多一點 沖絲下去 蒸這些方理 或者龍荔 或者韃沙 切機就不要放薑 有很多網友都問 其實蒸魚 什麼魚 取決於落不落薑 這些問題 是問得相當之好 我們就看魚本身 就是本身的魚 有些魚 落薑 看來會扯掉它的 不好的味道出來 就例如今次這些 它長時間 都是在沙底生活的魚 還有哪些不適宜落薑的呢 烏頭 泥蝦 泥蝦 大部分淡水魚 都不適宜落薑的 我們現在切好它 切好之後 準備乾淨的凍水 把所有的蔥絲都放進去 芫荽 我們先起頭 留回來煮其他菜 把芫荽放進去 加多一點芫荽 都是切斷的 可以的 都可以浸 為何用水浸一浸呢 這些蔥絲 浸一浸它 待會不會呈現生機 還有蔥的很辛辣的味道 都可以浸一浸出來 那些蔥絲 我們先養它一會 現在就拿一條魚出來 那條魚這樣可以嗎 還未可以 繼續擦 我把乾淨的廚房紙出來 我們就繼續重複 剛才的動作 擦到怎樣可以呢 吸下去 沒什麼水氣 這樣就差不多了 可以了 繼續 特別是肚子這個位置 剛才有提到西式的做法 西式的做法 有什麼做法 我都說了 一條煎 這麼大條煎 就煎到 我們在外面做用扒爐煎 我們那時候 我入韓做西餐 這些農利 我們做很多 回來 全部剝皮 全部剝皮 原條煎 現在 做好之後 我們拿一些胡椒粉出來 我們在底面 都放一些胡椒粉 特別是肚子的位置 底部 都是一樣 畢竟都是海鮮 我們放一些胡椒粉 現在我放開魚 有點疑惑 因為為什麼是疑惑 我拿一隻碟出來 量度一量 最大的那隻碟 都不夠放下去 不要緊 多一點出來 原條蒸是最好看的 不然就要開 中間偷了一段出來 現在就不需要了 然後拿一些生粉 拿一些生粉 我們把魚在表面上 拿薄薄 掃一層生粉 讓它蒸出來 更好看 還有鎖住 會鎖住 一些肉汁 這裡就放一些 底面也要 當魚上好粉 之後 拿一把碟出來 現在我們現在的蔥 就大派用場 我們最後的那裡 就放在中間 有什麼作用呢 我把整條魚的魚身 就放一放高 這樣它蒸的時候 熱度就會比較均勻 萬事俱備 那些蔥呢 我們就隔水 大家看到嗎 有什麼生機 全部生光 這樣呢 我們淋蒸之前 我們先灑一些 陳皮絲上去 不用太多 中間那裡 這樣就夠了 用陳皮的作用 不單止會帶起 條魚應有的鮮味 也是有一陣 陳皮的清香 在那裡 我又教了一些 蒸魚豉油 這個蒸魚豉油 大家就可以 看回我 底下的連結 清蒸東星班 大家就可以參考一下 萬事俱備 我們這邊 開火 先煮一些水 水滾後 隨即放進去蒸 這條魚一斤蒸多久呢 約8分鐘 這樣就可以了 尾巴再翻上去 用大火全程蒸了8分鐘 如果大家對這條魚有猶豫 現在可以關火 讓它在鍋裡焗兩分鐘 因為這些魚這麼薄身 計蒸8分鐘便可以了 這樣 我們焗兩分鐘 讓它用餘溫 讓它在魚身中間的厚位 讓它用餘溫慢慢逼熟 這些魚蒸出來才是最好的 好 兩分鐘就過了 看看什麼模樣 哇 真是相當漂亮 熟了 沒有爆皮 沒有飆水 這段時間 在魚身中間 放了芫荽 蔥絲 超亮的 旁邊就滾一些熟油 熟油 熟油 可以了 最精彩的時刻 又到 最棒的就是這個情景 厲害 現在已經很香了 再放一點 上去 蒸魚豉油 在旁邊 不要浸到魚身 為什麼不要浸到魚身呢 這是我們外面行內的做法 因為一浸到魚身 那條魚很快吸收了醬油 這個要點 第一要洗得乾淨 沒有腥味 第二要撲少粉 第三 控制蒸的時間 不要過熟 魚一過熟就飆水 還有會爆皮 如果繼續加熱 這些魚一爆皮 又蒸得不好吃 喜歡吃方理的網友 給個like 我星星 喜歡吃龍利柳的網友 訂閱職人吹水的頻道 幫我分享一下這個 陳皮 蒸方理 那我就吃飯先 下條影片再和大家吹過 拜拜 喜歡就給個like 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星星分享一下 Follow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拜拜